由向贫穷者学习行动联盟举办的贫穷人的台北 集结了关注都市贫困者的16个团体 活动以贴近贫穷者生活经验为核心 于10月底在台北万华多个展区登场 不同以往的是 今年活动扩大规模 以贫穷加年华为主题 透过深度走访 议题讨论等多元互动 带领民众探讨贫穷议题 同时开启不同群体对家的想象 我们最大的动机 其实是让大家去重新认识跟定义贫穷这件事情 让大家去认识说 而且贫穷经验者并不是要想着这么的危险 也不是大家想着这么的不堪 这么的没有力量 我下课都会来这 然后我总共认识了24个 然后我都可以叫做她的名字 10月29号下午 来自安康社区的少女 担任其社区导览员 引导民众穿梭在街头巷尾中 甚至爬上屋顶 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主办方为了让民众看见 贫穷者日常生活模式与困境 而准备的活动 作为9条走读路线之一 致力于关照安康社区儿少的团体 微光盒子 更在走读结束后 准备了酱油拌饭 关东煮泡面 让参与者平常居民们平时会吃的食物 参与民众也有机会和社区青少年对谈 借此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及想法 我们这次也培训了两位孩子 尝试去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 但我们比较没有想要呈现说 孩子改变很多 变得很真实 像是那种立志的故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们是怎样就是怎样 我们只希望让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过去的我总是不断地被抛弃 就像是在瞧不起我 让我感觉到恐惧 贫穷嘉年华的展览 由16个展间共同组成 分别展示边缘少年 无家者 精神失序者 情欲产业工作者等 不同族群的日常 以视觉及听觉 带领民众认识贫穷者的真实生活 期望打破贫穷者消极 落魄的刻板印象 让大众重新认识他们 我拍那些可能就是经济上 或是可能在机会上 可能有一些选择上的落差之外 就他们会讲的话 就会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平常的习惯什么 其实真正讲 就是好像没什么差别 贫穷嘉年华将多方组织串联在一起 除了增进不同议题的交流机会 也借由合作扩大影响力 民众参与其中 不只能翻转大众对于贫穷者的认知 也能一同探讨 加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意义 主办方也期盼持续建立对话空间 让社会大众与贫穷经验者 相互理解并肩而行 记者赖一安 邓兴怡台北采访报道